政府今天开始放宽部分防疫措施 包括恢复晚市堂食至夜晚9点 户外做运动可研、戴口罩等为期7日 食肆晚6朝5禁堂食的措施 实行了一个多月 市民今晚开始终于可以在餐厅开餐 堂食延长到夜晚9点 但维持每台上限两个人 顾客人数也不可以超过座位数目的一半 有市民说方便了很多 之前6点之后没有同事 都需要外卖才有夜神 今晚可能可以跟同事一起吃晚餐 庆祝第一天可以出去吃晚餐 起码多个选择 可以出街吃 又不会刻意特意出去吃 今晚都会煮的 因为有小朋友 深水埗这间茶餐厅 就特别预留了食材 牛扒、豬扒、鸡扒 那些我平时卖得多 那些我都多了有一成 生意你今晚才开始做 我都不敢说生意是怎样的 因为始终那些人不习惯 你和你坐桌子 只坐那两个 至于器院、美容院 和身体接触较少的户外运动场所 今天亦都重开 在旺角这间器院 有市民第一时间来到看早场 在入场之前要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而器院里面也不准饮食 坐位要分隔 而美容院大部分服务程序都要戴口罩 如果涉及不戴口罩的程序 美容师要穿着防护装备 另外市民在郊野公园范围 和在户外做运动的时候 可以不戴口罩 早上在尖沙咀海旁 不少跑步的市民都脱下口罩 不过就仍然有人选择继续戴 无线电视机者 梁卓一目的